第四届全球杰出华人金铜奖颁奖典礼 近日是在南加州Saint-Dimas市举行 本次的活动由美国汉天卫视主办 并得到了多家机构的联合支持 该活动旨在表彰在各领域中表现卓越 和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杰出华人 以及新时代的青年才俊 他们在自己的行业中取得了最大成就 并对社会产生了正面影响 典礼开场 美国汉天卫视总裁李继 与全球文化与教育交流基金会联合创始人 Lawrence和分别发表致辞 随后正式宣布盛典开幕 第一个颁发的奖项 是全球协出华人形象代言人奖 获奖者包括美国著名房地产专家 程薇女士 和著名抗衰老美容医学科学双博士 曾志博士 这个活动应该是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2000年就应该举行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推迟了一次 后来又计划在8月20号 也颁发了金铜奖与华人之光等奖项 金铜奖获奖者包括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罗紫涵 湖南的莫辛怡和北京的戴家喻 他们都展现了超凡的才华和气质 而华人之光奖得主 包括柏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勋诚 河南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安妮管 美国Surface One集团董事会主席 罗宾等 并由美国国会议员 Adam Schiff和洛杉矶郡长 Hida Solis亲自颁奖 本届晚会我们除了全球杰出华人的颁奖之外 还有金铜奖的颁奖 相信这个晚会会非常精彩 同时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节目 奉献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一路既往地支持我们 全球杰出华人颁奖典礼的活动 本次颁奖典礼的总策划是洛杉矶知名媒体人 Lawrence和 并由旅美导演王杰生担任总导演 晚会主持阵容强大 节目多元化 吸引了众多观众和嘉宾 历临现场 凤凰卫视唐子如 洛杉矶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